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要把基督化美好的教育教導我们的青少年人 在自幼的时候学会如何做一个好的学生 藉着基督化教育让我们的青少年人知道 我们有一个高尚的办学宗旨 但我们知道上帝是爱这个世人 虽然人女犯罪之后 上帝的形象在人的身上受到磨损 但上帝爱我们 是插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去教导人 因此教会在这个地上是设立这个学校 借此教导我们的学生 是知道靠着耶稣基督 可以将上帝的形象 是恢复在他们的身上 在这里我都是代表这个教会 十分的多谢我们历界的校监 校董门 我们历界的校长 所有的老师 他们所付出的这个辛努 使得我们的学生 能够是得到美好的教育 作育英才是我们的一个神圣的使命 今天学校图理满天下 我们都祝愿我们的学生 能够在这个各地方 能够发挥这个三六的精神 使得我们的社会 使得我们的青年一代 能够是成为是上帝所喜悦的 这里我再一次是感谢上帝的带领 也都是感谢这个社会的人士 和政府教育局给我们的支持 愿上帝是恃福我们每一位 六十年了 香港三国中学和先祷纪念堂 在这个湾仔排马地区域合作 将我们全人教育的理念 不断推展出去 我们由九个人开始 发展到现在我们设备齐全 完善的一个中学 真是经历了很多的心酸和努力 更加的我们在六十年里 我们栽培了很多的人财 教会的全道同工 教会的一些职员 同工人 我们作为最后一届主席 也是新一届主席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心酸 也是一种无奈 我特别要多谢各位的教主员老师 你们的辛努和你们的牺牲 你们的精神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为了学生来牺牲你们的时间和你们的心血 作为校董会的主席 我都很盼望各位同学 当你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们很盼望 你能够将我们学校的精神 学习行线 在这个社会里面发扬光弹 是服务社会 做一个良好的事物 在此我们要感谢上帝的过去的带领 六十年的历史里面 我们要结束 心里面是真是依依不舍 但是只要我们各位继续的努力 情是三欲 我们很深信上帝会继续的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教育精神会发扬出去 今年是香港三欲中学六十周年传气校庆 在过去六十年 香港三欲中学的确是经历了不少的转变 仲然是有转变 学校仍然能够紧守本校的校份 学习行线的精神 以服务他人为真教育的目标 为社会服务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它的历史了 基督福林安息日会 选择在跑马地云地利道兴建教堂 教会取名为先道纪念堂 云养福音服务社群 后来在1948年 轻办学校称为先道教会小学 当时是为了提供小学教育 给先道纪念堂的教友子弟 学生人数只有九人 学校的工作由Elder Morse和Mrs Morse带领 到了1949年9月 学校改名为三玉小学 服务对象不单只是教友子弟 也包括了当时由中国内地 被迁移到香港的难民子女 七年之后 即是1952年 就读的学生人数已经约增至300人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 中学学位需求的增加 校方决定将学校 由小学程度升格成为初中程度 在1953年6月 三玉小学正式成为基督福林安息日会 港澳区会名下注册的学校 并且改名成为三玉中学 愚园分校 当时的校长就是Elder Delbert W. Curry 1954年 学校配合社会的需求 由中文中学 转为英文中学 继续培育人才 直至到1959年 梁洪岳先生 和Mr. R. M. Miley 曾出入本校校长 那时候 所有货室 就是在教堂里面 教堂的地下 当时我们 当时我们 联会 不知哪里找到这些钱 就建了一间火室 这个火室 即是现在的Morst Hall 这两间火室 只有一层 只有一层 只有两间火室 那两间火室 加上 在教堂楼下 全部有250.63 这是1952年 之后 之后 佛港的学校 的需要很大 这个没有办法 在将来 于是我们将 联合会 一些拨款 和区会 一些 加上学校的钱 就建了 臨着 这个 雲地里道 那间校舍 在1954年 落成 那我们的人数就增加了 那学校呢 也都是 不只是扮低级 我们 摩梭那边 那间矮的校舍 有了之后 我们已经是 开始扮这个 中一 那到这边 就开始 一路扮上去 那扮到我 在1957年 离开香港三国的时候 就已经有 四百五十个学生 1961年 陆庆达牧师 担任本校校长 当时 香港政府 为了配合 计划中的 免费教育政策 向那间学校 搜罗中学学位 所以 本校的中文部 是伏办 以配合 新落成的 香港中文大学 1962年 本校毕业生 在公开考试里面 考获理想的成绩 合格率高达百分之一百 1963年 本校庆祝十五周年校庆 并且正式改名为 香港三育中学 成为一所私立中学 并且在香港仔 成立一所分校 两所学校的总学生人数 超过一千名 1966年 陆庆达牧师 因为修读碩士学位 課程 而辞去校长一职 由邓中圈牧师 接任校长 70年代 的确是一个 教艰苦的年代 为配合当时政府 推行的免费教育政策 多所新校落成 并提供更佳的设施 给予教师更优厚的条件 引来很大的竞争 本校招生的数字因而下跌 及后香港仔分校 亦与母校合拼 1980年9月 邓中圈牧师 调往九龙三育中学 出任校长 陆庆达牧师 再次被委任为 香港三育中学校长 80年代 校方多次 和教育署商讨后 协议将本校 改为一所按压津贴中学 这个改变 令学校在经济上 得到很大的支援 继而达到多方面的改善 包括老师的待遇 校舍旷充 科室的安装冷气 以减低街外噪音 装置电视机 增设图书馆 电脑室 家政室 打字室等等 1989年11月 李沈俊博士 接任本校校长一职 在我在任期间 申请的工作做了 但是预科 开始开办 是要到我离开了之后 那一年 才开始开办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是为 要来的预科 努力的预备 我们的实验室 亦都是扩充 和去加了很多的器材 那当年 就是九十年代的老师 和我是合作无间 令到我在这里有了三年 非常之快乐的工作时间 现在有很多已经退休了 好像万伦祥老师 清华老师 李自信老师 譚淑宜老师 梁秀芳老师 梁秀芳老师 郑仁佳老师 我不能忘记 和他们共事的快乐 有两位我要特别说 当时并不是跟我同事 但我得到他的帮助很大 这位就是 现今在这里的郑浩欣老师 和郑浩然老师 当时我们是不够人 来去帮助我们 做淑灵的工作 于是每个安息日 他们两位和他的妈妈 就回来 帮助我们学校这里 来去教导学生 如何去亲近上帝 我非常之高兴 今天 虽然他们妈妈过了身 我是怀念她 但是郑浩欣和郑浩然 他们在这里做了不少贡献 我也不能忘记 我很多的学生 是我们的校友 其中有些校友 现在在这里服务 何彦洪小姐 她现在在学校服务 我好多谢 现在在研究 在这里努力 支持着学校 一直到尾都不离不弃的 吴福海老师 麦有强老师 潘维英老师 华智丽老师 唐碧瑶小姐 何彦洪小姐 还有刘国然老师 郑浩欣 郑浩勤 郑浩勤老师 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校长 我们很多谢她 但愿大家 不忘三玉 不要忘记你们的老师 我早期来到香港三玉中学 的时候 其实这间学校是没有预科的 直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才开办预科课程 当时的预科课程 只是有文科和商科 还未有理科 后来我们扩建了学校 才开了理科的课程 我们当时收中六的同学 我们最主要就是用 远无求长这一排的课室 其实这一排的课室 总共有四个 第一个通常会用来做填表室 接着等候室 接着就是中六的申请 中六的申请我们都分开 是文理商不同的老师去接见 最后的课室 通常会用来做中五重读的申请 九十年代 学校为配合社会需要 和本区人口的转变 开始缩减班级的数目 腾出空间改善学校的设施 例如所有课室装 冷气设备 更换门窗 装置中央音响系统 籃球场加建上盖等等 1993年 本校更加开设于课班 继续发扬 凌智体三玉精神的全人教育 在这十年之间 轩炳泉先生 傅韵明博士 楊佩泉先生 亦先后接任本校校长 大家好 在1996年我来到香港生育的时候 有一个印象 香港生育就像一个迷宫那样 最记得在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 当我们要搞校庆的时候 一个资深的老师同学 他说我在三十多年 都未搞过这些事 校长 我们做不到的 不过我们凭着信心 大家同心协力 我们竟然将校庆做得有声有色 在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检讨会里面 无论学生写的感受 老师的回应 都觉得 我们能够大家 联成一致 同心同力 能够事半功绘 令到我们的五十周年校庆 多姿多残 令人振奮 在祝福大家 上帝 愿愿愿愿愿愿同俗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身体愉快 拜拜 一九九九年 余昌宁博士 接任校长职务 大家好 我在一九九九年的校动会 选派来到 香港三育中学 担任校长的职务 是前后六年 去到二零五年的八月 在六年的光阴里面 我感觉到很高兴 也很感谢神 因为 我们有一班很齐心的同事 一起为我们的目标 为学生提供灵智体的全人教育 令到学生得到操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今天是六十周年的校庆 我们既是开心 也有少少相感 因为知道 我们学校将会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是光荣结束 但无论如何 我们天下无不散之言情 虽然校舍可能将来拆射 但是我相信我们三育的精神 我们老师和学生的友谊 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们都会保持联络 大家一齐将来多点聚下救 回忆我们向三育美好的光景 一齐支持我们其他三育姐妹校工作 将这个我们的灵智体全人百学精神 继续推荐出去 令到更多人得胜 多谢各位 2005年由中智庆校长继任 2000年后 本港经济衰退 而湾仔区的人口老化 情况加剧 学校修身数字也不断下降 香港三育中学曾经作出过不少相应的措施 以继续维持办学的理念 服务社区 例如引进校园SMS手机短讯服务 班主任家访 增设网上查阅功课系统等措施 这一切的措施 都是希望增进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另一方面 学校也配合教育改革 提供多元化的课外活动 多次举办境外游学团 历年来到过澳洲 美国 英国 台湾 云南 南京 澳门等地方 在校内也有各类的成长学集营 課后新来港同学补习班等 至于社区服务方面 本校的前锋会和义工团也都安排了各类不同的服务活动 让学生能够有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港岛学校的辅导组在这十几年里的改变 主要第一件事 就是说学校在这几年里来说 其实收多了很多新来港的同学 所以辅导组是需要为他们 举办一些英文的适应活动 譬如我们会外聘一些英语老师 或者邀请学校的一些英文的老师 和他们搞一些户外的英语学习的活动 另外他们很多时候都要参加一些生活适应活动 譬如参加一些义工服务 让他们可以认识多些香港的社区生活 从而可以很快地融入香港的生活 另外一个转变其实是与社工有关系 我记得在我初来的时候 其实社工在学校扮演的角色是比较模糊 以及住校时间是比较短 带来到今天的香港生物中学 社工在学校的住校时间比以前是长了 还有它有自己的独立的辅导室 近这十几年以来 我们最大的转变就是 对学生的掌情方法 我們由以往的技優點和缺點 近年我們已經改為技加減分 其實最大的理念是希望同學有任何事錯誤之後 有機會可以讓他們補救 以令到他們將來出來社會做事的記錄裏 都可以將他們自己錯誤有機會改正 不過縱使私生共同努力 學校始終都要面臨停辦的現實 2008年8月香港三育中學就要正式停止運作了 回顧這60年的歲月 香港三育中學由一間小學 繼而成為一間中學 學校亦配合社會的需要 學生來源不再局限於教友子弟 更推移廣支 將教育推廣至社會各個階層 在這60年香港三育中學的確為香港社會 和基督福臨安息入會培訓了不少人才 今日光榮人退 願上帝紀念先賢的貢獻 我是MISS TEN 這個科室是心靈日室 現在成為電腦的科室 以前70、80、90年代是封徽的科室 這個科室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感情 因為我差不多有20年時間 都在這個科室入面任教作為封徽的班主任 最大的回憶就是在科室每逢聖誕節 在科室設計比賽的時候 幾乎每年都會獲得第一 還有就是音樂非常好 難以望為學生的唱歌的歡樂的情況 昨晚我們都有晚會 還有一個活動 每次放學的時候 我會安排學生 一行一行要背 當日我們所讀的所謂學科的巡心節 要作為比賽 一周完結之後 比賽的成績就會貼出來 他就會知道哪一項是第一 哪一項第二 哪一項是第三 每一項都有一個代表 這個科室就是很多的笑聲 因為學生是反映得 私生之間的感情是非常非常融合 可以說我和學生之間的交易 課外的活動 其他各種的遊戲等等 都是很親切的 我有1962年就在這裡做 在這裡做一個節目 我初初到海底的照片 初初到海門校 海底的工作今後 有很多多個樣子 有些學生 青菜 學生 軌尾 是一個這樣的工友 都是成績的人 所以我還在做國會商 I have been in this school for 26 years so I can say that my life has been in this school and now looking back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there is no school like this school in Hong Kong as far as teacher relationship is concerned I will remember the wonderful times in the spiritual affairs you know the singing and the Sabbath worships and the dramas and all that the spiritual affairs had the baptisms oh so many baptisms that we had in the pioneer church and then also I remember the English camps we had wonderful camps in Macau in Shenzhen and in in Hong Kong itself I will miss this place very very much I think I will not say that the Samyuk chapter of my life is a closed chapter it will never be a closed chapter but of course life has to go on to the next chapter 香港生学中学今年是六十週年 其實我年紀更比他大 我自己来说1957年进来读书之后 又看着他由中文中学变成英文中学 然后后期又变成中英文中学 经过这么多年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学生人最少 所以在去年的校董会就决定了 在今年暑假就要结束了 那么我自己在这里读书 而我的子女在这里读书 甚至我家里的妹妹 甚至我妹妹的儿子都在这里读书 那么我的女婿 我的女儿都在这里读书 那么对学校来说呢 我可以说是非常之有亲自感 但是我亦都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 在去年后董会的时候呢 要决定是删这间学校 而那个后董会的主席呢 就是我自己 所以在我个人的心里面是非常之难过 因为在我的手里面呢 竟然间要结束这间学校 而我就在学校里面呢 1957年到现在呢 和学校的关系非常之好 那么这个是迫不得已的事 不过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 我们都感谢神的恩典 学校有光辉的一天 但是呢 也都因为学生人数的减少 有环境的影响 各种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要结束 但是我们相信神会接触这间学校 虽然结束之后呢 学校呢 可能以后又要去年后发展 但是在过去日子当中呢 我们都发现了 有很多过去的同学呢 他们非常之是怀念这间学校 也都成为在社会上呢 都是有成功的位置 那么在没多久之前呢 我在一次的同一个 旧同学来说饭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同学呢 就讲到 我们生学中学出来的学生呢 实质素不差的 就是虽然呢 不是说最厉害 但是呢 我们数回我们所面对的同学来说呢 他们在过去 虽然学校呢 成绩不一定很好 但是出带来社会呢 都在不同的界别里面呢 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那这个呢 我们应该值得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虽然学校要结束 但是怀念呢 上帝呢 是致福我们过去的同学 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崗位上呢 是努力为学校的增光 那以致呢 是令到大家呢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 是值得怀念 香港三个中学 我们的母校呢 在这个地方能够培育了人才 为社会 为教会 去做了这么多的人才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值得一件光红的事 而上帝呢 是祝福我们每一位 这里的同学 祝福这里的教师 祝福这里的童工 也都祝福教会的工作 祝福这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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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mary 6是最低班的 最高班在 Form 3 它有中文部 英文部两边的 在灵路堂聚会 那里的老师 和牧师 李达明牧师夫妇 对我们这一班学生 是非常之关心的 后来学校就转移过来 跑马地三陆读书的时候呢 都感谢上帝了 学校的收费是 我们家庭可以负担到 因为当时的学费是22元 对我们一般的家庭 是很大的数目 你记得在1966年 应该是满地波落的时候 暴动的时候 我们一帮香港的同学 大家不同班别的 由于戒严的问题 学校给我们回家的时候 已经戒了严 我们要爬山 爬上山 经关仔俠 落到香港仔 回家 当时的情况 是很刺激 其实是很危险的 但我们当时 真是少年十五岁 十四五岁的感觉 是很刺激 很开心 好像一种游戏 这个天棒 以前仍然是中野 我曾经在这里 本来是不准的 但我们都在踢足球 可惜有一次 不幸 照样不应该有的 这个地方不会有危险的 但是突然跌到地下 就脱落手架 有什么事啊 医治了很久才医治了 所以这个地方 后面听说 就是做了图书馆 因为我初初来就住在这里 六二年 你住在这里 其实你不只住在这里 我看到你住在这里 因为我住在这里 你已经去清水湾独猪 我们在这里 就有两三年了 然后就搬过来这里 这里你住 我不是住五楼吗 我住四楼 四楼 四楼 然后呢 我们四楼 因为这个地方要换 要换 要换 然后有些 吃饭的地方 先生吃饭的地方 我和先生吃饭 这两层是宿舍 四楼和五楼是宿舍 是并众满世宗 香港三目中学 转眼间 已经六十周年了 若问我现在的心情 我相信可以用百感交集来形容 学校在帕马地 已经六十个年头 不是容易的事情 各位同事 我是一个不善辞令的理科人 过去很少就住大家的 无私的奉献 你们的努力 是感谢你们 也都很少是提起大家将来 你们的打算是怎么样 但是 永远我现在在这里 和大家过一声 多谢你们 衷心的感激你们 各位同学 你们在这里 有些是几年的 有些在这里是一年的 无论时间长还是短 我都愿意你们 离开学校之后 记得学校的校份 学习行线 有一件事情 是要大家同学 是要紧记的 多些参与校友会的活动 因为这样才可以延续得到 我们香港三木中学的精神 容允我老土地说一句 希望你们一日是三木人 一世都有三六的血 留在你们的心里面 有多少个爱激发你们 作一个好的公民 影响社会上高每一个阶层 你别在职 有些的意义不舍 但是 但是 记住 我们是 有美好的将来 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他一定有他的美意 在这里 我愿意祝愿我们每位同事 每位同学 你们有顺利 有顺利的爱 和我们一起 将来生活得更加美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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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三育中學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從今天開始 就讓香港三育中學的一點一滴 全留在我們的回憶當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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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e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